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荊州最前線三立場 先看 中國經濟復甦不如預期 導致青年失業率創新高 出口衰退 甚至被稱為 自助產業的房地產 泡沫化危機再現 今天要帶大家來解析的是 中國房市的風暴效應 過去稱起中國經濟半變天的建築業 因為豬洋變色 曾經被封為宇宙第一房企的碧桂園 遇上了三十一年來最大的危機 在二零一七年當年 是以超過五千五百億人民幣的銷售業績 成為中國最強股市 就這麼一路往上漲 雖然疫情之後 持續的修正往下走 不過依舊在二零二二年 被副比試評比為 全球五百強企業的第一百三十八名 但是疫情解封之後 怎麼卻持續往下跌 甚至出現了公司債停牌危機 不過相關的另一個風暴 還有中國的第五大的中融信託的 這個連環爆雷 來看看近十幾年來 他們的融資生意佔比是越來越高 但是卻有多家的上市公司陸續公告 他們投資的中融信託產品 有不能兌現的風險 這一零串的危機有多大 我們接下來要來請教 《金周刊》的傳數委員梁仁偉 那中國的這個房市危機 被警告可能成為中國版的雷曼兄弟 一旦真的資產泡沫化引發的全球性 金融危機要請您分析一下 碧桂園違約以及中融信託連環爆雷 目前的狀況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是 主持人大家好 其實中國碧桂園它的新聞 為什麼這麼備受關注 最主要是其實碧桂園 它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 那也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建商 以目前來說碧桂園它在中國 光是推案的案量 就有高達3000多個建案 連西藏這麼偏遠的地方 它都有12個工地在開工 那所以大家會很關注說 碧桂園它如果出事的話 是不是會對中國的房地產業 產生了一個骨牌效應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碧桂園它最近它發生的 這個財務的危機是哪些 首先它在7月底的時候 它就有先預告說 可能剛結束的今年上半年的這個獲利 可能不如預期會面臨虧損的狀況 那沒想到其實在8月初的時候 他們又爆開了他們有兩筆美元在即將到期 那因為他們公司沒有辦法付出這個利息 如果在30天之後 他們如果沒有如期絞傾的話 可能就會面臨實質違約的一個情況 那這還不打緊 沒想到又再過了兩天之後 就在8月10號 碧桂園它又真正的公佈了 今年上半年的這個虧損狀況 已經高達550億的人民幣 所以其實碧桂園它的房屋銷售率不佳 其實已經連帶的使自己的財務狀況非常吃緊 好 是 不過我們現在知道一連串的房地產 不僅氣也讓中國的地方財政壓力是越來越大 我們來看看過去中國的房地產稅收 幾乎佔總體財政達到了四成以上 而且越來越高 逐年增加讓很多地方政府償還 幾乎是出現了困難 甚至在2023年達到了最高峰 而官方更直接點名包含 甘肅 天津以及重慶這十個地方 可能根本無力償還 因此如果房市風暴一旦爆發 全中國從上到下 不分公司的企業或者部門都會受到衝擊 持續要來請教專屬委員梁任偉 那為什麼香港首富李嘉誠相關的動作呢 就被大戰十年前就預知了景氣寒冬 對 無獨有偶的呢 其實最近香港的房地產最熱的一個新聞呢 就是香港的長江十夜 他們推出了一個預售案 是以行情的七折價來開案 那這個案子叫做青海戰 他其實位於這個香港的一個郊區 但是因為他的價格實在是太便宜了 就好像說我們如果去買一個重劃區的房子 他居然只要七折價格 然後引發了3.8萬名的香港人去排隊要來搶購 然後呢其實在上禮拜只公開了一天 馬上就銷售出去六百多戶 那大家其實第一個關注的點是說 為什麼李嘉誠他願意打折先來砍價來銷售呢 其實背後他有一個很關鍵原因就是 其實大家會回想十年前的時候 李嘉誠他也陸陸續續出脫了上海跟中國很多房地產商辦大樓 然後大家會不會懷疑說 李嘉誠是不是其實開始看空了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甚至看空了中國房市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其實中國的經濟不景氣 其實在這個疫情期間已經非常嚴峻 那沒想到在疫後 現在已經開始解封了 大家還是沒有辦法反映到這個房地產銷售率 所以李嘉誠他開的第一槍 也被視為說是替香港的房價鬆動 做出了一個新的訊號 好今天非常謝謝兩洋傳書委員跟我們分析 中國房地產風暴的整體效應 以上就是本集荊州最前線 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